公開在和平的氣氛之下 大家去討論這個問題 確實可以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特首和團隊也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願意用多種方法 包括昨晚那種去近距離 大家去將自己心裏面的情況說出來 也都在對話做到的時候 也都不需要有其他更加激烈的行動 雖然我們昨晚較為夜走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個和平的情況 我們希望這個也可以是新一個段落 就是說透過大家坐下來 很坦誠地溝通的時候 將這些問題去清楚展明 也都甚至是再進一步 我們也都很希望 繼續會有多些這類的對話 可以讓大家去尋求一些什麼方法 走出香港現在這個困局 昨晚也都還有一樣的得著 就是有一些的參與者就覺得 那個對話雖然是有用 可能是時間不夠的情況 在會後我知道也都有幾十位 是舉了首保的名字 再去參與一些我們可能花比較長時間 坐下來關門 可以無所不談的方式 那我相信這些都是有助於 去解決目前的情況 那站在政府的團隊 我們每一位 就是我們都會爭取有這類的對話的機會 無論在大的問題 又或者我們各自的政策範疇裡面 我們樂意將來在其他相類似的場合裡面 討論大家關心的問題 這 counsel是通知對話的 那你怎麼會 你太誇張了 我不想